謝謝開心叔叔 那這邊的話 這邊一定要想辦法扛住上面的這波火力交換 然後想辦法也怒的把光閉鋪出來 但我們看到上面也是風 拼命的撒野草 那這邊的話 哇 這火力真的是撒得很快 那這邊我們看到 馬上進來突進了 前半部的部隊基本上是已經被送出去了 嗯 那後面這一波可能 就沒有辦法 可能就是要先緩緩先不要再衝了 因為 如果按前面衝來衝來通常都是魯恩 或是一些即將這種 或是魅影那種比較硬的職業 那前面就直接先倒了 他沒有辦法走到地毀瓣 或是造成一定影響的話 那你後面再進來 會比較麻煩一點喔 哇 我們看到這邊 可能他進門口就是一直被撒進了 一直被撒進了 那這邊 就是龍火啊 然後爆棚雪啊 野草就是拼命的往你這個 他就是撒你這個進來的 這一小段路就好了喔 哇 差了死 反正就是就是 不管啦 無腦的往下撒就對了 他就是往 就進來往下撒 很像以前那個 我們看 就是很像以前工程 就是往下面倒什麼 熱油啊 對 就往下面落石 就往下面丟就好了喔 沒錯 我手起來比較沒有壓力啊 完全不管下面是誰啦 我剛剛除了玻璃的這個冰之外呢 人之外呢 還有看到了 巴基利有人混進來 但一樣 不管是誰 對 我都被擦了是掃光 哇 那這邊的話 玻璃現在 玻璃其實也打得滿 他們大概知道說 就是前面的沒有打撲破口 後面有一些 比較軟的就是 就不進去了 嗯嗯 那這邊的話 你看剛剛衝完一波 那這邊 剛剛被衝出去的 查爾是二人 那是從復活點出來 把他們後面的殘狼給 消耗得差不多 就是又是 出來換你一波啊 那他們從復活點出來嘛 或是他們從城門口進來 然後就是 把你剩下 那你剩下沒有進去的 一定都是比較軟平 或是偏舒適的職業了 那就是一樣打亂你 但是進來 讓你 技能亂腳也好 或是多喝點水也好 不會 我自己剛剛提到一點 我還 也蠻好奇的啦 就是要請教一下 這個 十三大基本職業群裡面 宮廷樂師能幹嘛 他是 應該有一些功能吧 他的效果比較偏 也是一樣偏輔 他上一堆狀態 就是比如說他有一招叫做 布萊奇之詩 那你踩上去的時候 你的 技能 可以得到很大的那個 湧唱時間縮短 然後跟 技能後的延遲 就是有些技能他放完之後 會要等 可能一兩秒才放 他這個也會做縮短 然後還有像是什麼 蘋果哥啊 就是Edan蘋果啊 或是 一些超風車突擊啊 就是 加攻擊力啊 或是加你的最大血量 這些技能喔 他就是唱了之後 他就像這樣 他就是這個布萊奇之詩 他會有個範圍 那你在上面踩上去 你就會吃到他這個效果 他就等於是做一個 成戰的一個 潤滑 他是推進 就是 像 像 魯文奇是這種職業啊 他如果踩在布萊奇上面 他龍火技能就是臉噴 可以一直噴 那如果你沒有 布萊奇之詩是這種技能的話 他可能平常龍火 就是 暢完 然後等一秒 左右 再丟 但是他踩上去 就是一直臉丟 他就一直狂暗就好了 所以他在攻擊力 其實裡面 他的 重量性是很高的 所以不要看 他可能 他不要看他很軟皮啦 他其實有 可以幫助 像魯文奇是這種 硬戰的角色 對對對 算是有效 只要是大多數 技能施放 需要湧唱的職業 全部都是 很依賴 我們宮廷樂師 嗯 那所以 宮廷 宮廷的話 常常會看到一群人 就是會以一個 宮廷樂師 為中心做移動 他們就是一個團 就是抱團 這樣子 是 那宮廷他就是在中心點 這樣幫助 慢慢推進 這樣 嗯 所以是 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對 那這邊的玻璃油啊 這一波又被清出來 又被壓出來 那我們再轉到另外一個層 去看一下 對 我們這邊看起來 這個 還在 這邊這邊真的 這邊應該是打不進去 我們看到玻璃的人 突然面比較少 那他可能 會稍微想要 轉點 轉點 考慮 考慮25分的那個 25分的層 因為 因為這時候 你 你 不拿層 其實這支有點吃虧 那試試看他們 要轉哪一座 對 那目前的話 小惡魔這邊防線 剛剛好像是稍微有點被迫 我們看一下 外面發生什麼事喔 哇 這邊有看到 K的卡普拉也要衝了 但是 沒有什麼 那這邊 哇 那這邊感覺又是被巴基利夾一波 我們又是看到 現在卡普拉 那他應該是 其實工程很尷尬 有時候很尷尬 就是你 準備要衝了 但是你人又還沒有 準備好要衝的時候 突然後面一個工會來了 嗯 那這時候 你人好不能拒絕 大概6層到8層 但是還沒有到10層的時候 你就想說 哇 你這是要往回打 還是要往裡面壓 那這時候 很容易就會一個亂 因為你如果往回打的話 你這個人數交換 你要重新等人 沒錯 然後去做集結 甚至外面的人知道 你外面打了一波交換之後 他整個壓出來 就把你的人全部清掉了 所以現在很尷尬 就在中間被夾 空位其實 還蠻慘 對 就是 通常會選擇往裡面衝 就是衝一波了 好 現在看到的是 巴基利 對 這對巴基利衝掉 那我們看一下巴基利 他們手能在做成 對 巴基利 守的是 關德 中九 上週三週分的成 嗯 這邊也是西線無戰時 嗯 但因為他們防禦鋪比較外面 所以我們要稍微走到 外面一點 到外面去看一下 才可以知道 稍微看一下 因為玻璃 因為玻璃 他們的人散 有少數的人 在這邊 對 他們就是 感覺是分 分成兩小隊去守 一對守在這個圖的 外面那個點 那一對守在剛剛我們看到水晶房的門口 等於做兩道保險 那外面被衝起來的時候 這邊被破的時候 裡面不會馬上就是 就是 就進到水晶房 稍微擋一下 可以稍微擋一下 巴基利感覺起來打一個 機動戰 只是說 現在是玻璃 玻璃這邊呢 到底要轉哪一個城去 還是要繼續打查爾斯的 那個35分城 我們看巴基利這座 中九外面 真的是沒什麼人 看一下 回到中午外面 因為中午外面 剛看到玻璃的人 是少了很多很多 對啊 因為已經 至少衝兩波都被掃出去了 對 那兩波都是 大概只能走到樓梯 差不多 哇 一定要再集結一次 真的是鐵頭 就是一定要衝到破為止 對 不死心耶 不放手 直到夢想到手的感覺 對對對 要拿就是要拿35分的城 25分的全部看不上眼 就是硬要鐵頭衝一波 這樣其實對其他 像巴基利跟 那個 小惡魔 他們覺得 心裡會比較 輸一口大 其他就怕 小一個通會打我們 但是 就是兩個大公會 兩個大師母去先護 先穩穩 我們這座可以先拿25分的城 那這邊 這邊不管是誰 最後被打掉 其實最後他們都很傷 他們最後30分鐘 如果被 換下來的話 或是他們就算 他們才要轉移的話 可能都不是那麼好拿到城 也不一定 可是要真的要集結到一波幾乎百分 不要說百分之百啦 百分之90 甚至85的話 要多久 的時間 這其實不太 你要看 這座城 會不會有其他人來亂 像剛剛 我們看到 中期 卡布拉集結差不多 那霸氣從後面來 那就是要很久 但是我們看 像玻璃這樣的話 他們大概 平均大概是5分鐘吧 大概就是一次警操的時間 就是 可以把他們看起來 應該又是往裡面衝了 有 往裡面衝了 應該又是往裡面衝了 在這個聊天室上面 有位叫做 追名真白的人 留言說 沒打下沒面子 這還是面子之爭嗎 對對對 不是要是今天 玻璃沒有拿到城池 沒有分數 那也 那也很糗 兩個伺服器 兩個伺服器的戰爭 對 伺服器的戰爭 哇 這個沒打下沒面子 是嗎 應該衝了第三次了吧 這邊 哇 這邊想要破 因為這個 你越打到面 很容易越辛苦 因為時間越來越結束 那你會 你心裡會想說 哇 我能夠再推的波數 會越來越少 那你每一次推的話 因為 打成是 大家同時是 幾百人打幾百人的情況下 其實很容易亂 那你一個人 可能一個技能 放得沒有很好 會害到隊友 甚至是 沒有辦法幫 沒有辦法幫到隊友 甚至可能會害到隊友 那這樣的話 可能這一波的攻勢 又會被緩下來 哇 果然是 現在又沒有看到 頭上有P的 魔力 又是被 又被清出去了 可不可以問一下 頭上有那個熊貓是怎麼回事 頭上熊貓 喔 這個是那個 它裝備的氣球 喔 滿可愛的喔 對 它頭上那個是一個氣球 它頂在頭上 這個氣球 然後它這個氣球也是有能力的 也是有能力的 根據不同的氣球 會有不同的能力 這樣子 超可愛的一個熊熊貓 對 我還是打不進去 然後這一波 這波 我看 剛剛那波應該是全壓 剛剛那波真的是急了 全壓 所以這邊樓梯是整個乾淨的 剛剛又全部進去了 結果又被查死 結果又沒有 所以剛剛那波甚至連樓梯都沒有清出去 等於是 隨時越進 玻璃雖然說也是進老道的伺服器 可是也是 打到越後面 心裡越緊張也是越打越亂 打得越來越造勁 沒辦法 有人回應我說 叫做能能氣球 不過現在 玻璃的會長未完的承諾要下決定囉 現在已經36分了 10點就要收攤囉 對 看是不是有沒有要轉到其他地方 真的硬要打查爾斯這個三數分層嗎 這有可能兩頭落空 巴基利反而 這邊想要派別動隊想要打小浪摩 可能想要打兩座城 但是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數要突破小浪摩 後面這一排 就是砲台 應該是比較難一點點的 因為他這邊就是跟 剛剛的原理好像他這邊是繞了一圈 上海之後到了一個平台上 然後才能夠打到這邊的人喔 那等於說你這邊要打的話 一樣就是 你要用野草把 他這邊的光幣給吃掉 你才能跟對方做一個活躍上對平喔 那你進來的話 我看小浪摩這些人還是比較多啊 喔小浪摩 先求穩先求穩 對 總共打四輪的比賽 四場比賽 那這邊也特別提醒大家一下齁 我們在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是11月13號 第三輪呢是十 第三場是11月11號 就下禮拜五嘛 一樣是晚上九點 不過第四場是11月13號禮拜天喔 禮拜天的下午2點鐘開打 那我們在這邊轉播直播也會在1點55分就有直播是11月13號禮拜天 特別跟大家講一下齁 哇這邊看起來玻璃真的是下了一個決定 他們決定要衝 就是中期 他們要衝小浪摩這一座喔 然後他們剛才跟8G打起來 我們剛才大多數玻璃的人跑到這裡來了喔 那看起來他們是選擇 一樣就是 不行啦先拿25分啦 真的是不行啦 對 只要認定只是不行了 先拿個25分 要不然真的是先拿25分 你第二周沒有分數 尷尬 真的是很尷尬 那這邊你看 因為玻璃他們真的是通得性比較強 你現在馬上就是一波 那我覺得憑他們剛衝 查爾斯的這個狀況來說 我覺得這座小惡魔應該是難熟了 哇這個小惡魔被人家覺得是軟柿子 對阿 你看這邊秘密嗎 哇這邊就是衝進來了 那這個 裡面房間已經是潰散了喔 這座城基本應該是掉了 應該基本是掉了 潰敗了 這邊打一打之後潰敗了 那邊的話應該就剩一些殘兵敗將 就是做死守 對 最後的掙扎喔 那玻璃應該就是先拿25分 那可能會變成說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可能 拿掉了之後就被嚇掉了 嗯 可能會變成說他們想要拿25分從頭打到尾 斯葵五中七現在呢 旗幟已經換成的是玻璃了 哇小惡魔 直接這個真的是差太多 這真的是一整坨壓進來 對啊 哇 哇 整個是被撵過去了 這有點 有點尷尬 是啊 哇 小惡魔現在 小惡魔現在又變成 流亡是不屑 現在又變得跟玻璃 又變得跟那個卡布拉一樣 嗯 那這樣的話 就要看 這邊 是要跟 會變成跟上週一樣 又是兩個在 各城的門口殺人歷斯 又或者是他們 這週會選擇合作 合作 可能看 能不能大家 打一座城 就是我們起碼先 打進水晶房 再看 誰能夠拿 這座城 而不是在門口就先殺起來 這樣子 要不然在門口就先殺起來 大家 進到水晶房 基本上就剩沒多少 那很尷尬 表屏室上面 很多人都幫小惡魔QQ啦 喔 哇 幫小惡魔哭哭啦 剛剛那個人度差異是真的很尷尬 那是粒粒麻麻 這座馬畫面都是 玻璃的人 如果現在 我這邊卡布拉 的人 過來 玻璃 玻璃是不是 這次的人 可能會想要拿兩座城 他們可能 嗯 會把目標轉說 如果我這次拿不到30分鐘 我可能把目標轉 我要拿50分 我拿兩座25分的城 對 我第一次要拿50分 竟然35分的拿不到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也是蠻 蠻就是 有自信的 還蠻罵性的 如果他們真的能錯到的話 呵呵呵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這邊 對 卡布拉雲小門 我會覺得比較痛的是 哇 你們這間公已經有城了 又來夾殺我們 那每次就是 好不然聚一波 啊後面又是 不是巴基利的 就是小惡魔這個有城的 過來 捅後面 很難受啊 喔 現在巴基利的 承受到了 巨額攻擊 對 我們現在巴基利的人 現在都 都基本都補回來 他們大概也不敢把人在那邊放 嗯 那這樣的話 壓力又來到 巴基利這邊 那這邊 哇 真的是玻璃到那邊集結 那我覺得玻璃這 這一次可能 是真的想要拿兩座城 不一定 我們看一下 玻璃剛剛拿的 那個 那一座 外面狀況怎麼樣 那這時候就是看 查爾斯 要不要派人出來 就是 弄玻璃 對 就是不要讓他拿兩座城 故意鑽他空子 然後就是 因為你這樣子 等於說 他放了三分 但是他拿50分 那這絕對不是 就是 那個查爾斯所樂見的 沒錯 就是這樣我拿15分 就沒有意義了 嗯嗯 所以 查爾斯那邊 呃 被壓破的程度 舒緩了一點 他應該要派人出來 我感覺他們人變少 他感覺人 有派一些出去 他們人很明顯 應該是沒有 多那麼多了 因為工程話 我們通常會派人在外面 對 判子之類的 在外面來回過 每張獨帶會有一兩個人 看一下外面有沒有人 然後再來決定說 我的人要留多少在外面 多少在外面 對 這項魅影就是還蠻好去偵查的 對對對 魅影或斬首這種 本身帶影型的職業都很好 很好去偵查看看 好 這邊呢 今天一樣喔 這個 RO先進傳說也是有序號 可以送給大家 虛寶 那就在我們的 轉播的畫面的 左下方 這個字數比較多一點 不過這就是 跨幅爭霸的英文 對對對 我們這邊看一下 喔這邊緊張 那看起來外面應該是 被打一波 那 所以這邊才會急著緊張喔 哇那沒錯 在外面這個是被打 應該是這個外面的 防線是潰敗了 防線是被玻璃充潰敗了 那這邊的話 所以他在裡面緊張一波 那這邊趕快 我們就看到 這邊趕快就是 八戒的人 就是要阻止 因為應該是 玻璃的人要趕快進到水晶房裡面 然後去破他們防線 那裡面防線還沒撲出來之前 趕快把他們壓掉 那這邊的話就是趕快把你的 就是趕快拖住你 一些什麼技能能放都放 就不要讓你這麼快能夠進到 我的金水晶房 因為裡面 你的人要趕快 把布萊奇 就是要把布萊奇 要把洛奇這些技能放出來喔 你的站位都要站好 不然人家進來 你這座城基本上 有手跟沒手是一樣的 我呦 巴基利也是 這座城佔了 將近40分鐘 對對對 現在很尷尬 現在很尷尬 就是你外面這個被破壞 那你這個 復活點你也要被壓掉了 那我這邊看到 果然查爾斯 就是過來扯玻璃的後腿喔 不讓你拿兩座城喔 我們看到查爾斯 又是一波人衝進來 那這樣的話反而 看查爾斯的人 留下來比較多喔 那如果查爾斯 這邊衝進去的話 那反而是查爾斯 有機會拿下這座城 不一定喔 那查爾斯 如果拿了35 又25 哇 那這個35 哇這邊最痛苦的 應該就是巴基 他們整個是防線被撕裂了 他們這個 要把防線撲出來 就很難 因為他們剛警察用過了 那這邊還是沒能夠 鋪出有效的防線 會很尷尬喔 對啊 可是我們看有人用走的 那有 那復活點在這邊 你看這 從這邊出來其實 有時候就是 會被人家特別針對喔 嗯 巴基麗表示 他們會長 東小妹 就是兩大 兩大 玻璃跟查爾斯都過來打 對對對 你從這邊出來 那他要進水晶房 然後你看路上都是 都是玻璃的人 都不是自己人 那你還不一定能夠進到水晶房裡面 那麼看到這邊 玻璃的人在持續的湧路喔 哇 那這邊 感覺應該是在摸金屬了 看一下裡面情況 對 這個華麗金屬 砍之後一刀的拿下來 這邊應該是在摸金屬 這邊應該是在摸金屬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巴基全部都繞著金屬 就是下面要趕快把 只要不是自己跟會全部都得出去喔 這邊已經不管是誰 誰跟誰的 誰是都得出去 哇 四家都在這裡了 我們現在看到有 玻璃 然後有 卡普拉 然後有巴基麗的 對啊 還有小惡魔喔 可是還有小惡魔 小惡魔有一隻皇家在那邊跑啊跑啊 不過 他沒有摸到水晶 我覺得機會不大 他急不進去 他被緩速了 這邊應該是大阿斷魔 那這些都有 我覺得這座城應該是 不好守了 那這邊 基本上 水晶 水晶基本上都是剩下 玻璃的人 但是還是有看到 陸陸續有一些零散的 那個 玻璃的人跟 插絲的人 對 裡面看到還有D啊 小惡魔 一個 小惡魔還是一個 小惡魔可能 就賭啊 賭最後一下 他摸的 就是要去撿那個尾刀 哇 可是他被送出去了 哇 卡姆拉里還有一個 兩個 對對對 哇 這被摸掉了 直接被嚇掉 這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喔 玻璃 玻璃 他下了關德 終究這座船 好難啊 這樣的話 玻璃就是 一口氣真的是 連下兩座 嗯 50分 現在目前是50分喔 喔 所以他們一開始打 查爾斯那個 35分的成 打不下來 喔 對對對 那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馬上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快就有一隻 巴基麗的人 還在水晶房裡面 那他這邊在 在搓水晶 在搓水晶 可是他不是 如果他是輪 馬上就緊到一波了 哇 但是我覺得這個 應該機會也是不大 這邊等一下 等玻璃的人 都聚過來 他應該 也是要倒 這邊你看玻璃的人 慢慢就是 三三兩兩 就是 要把剩下的這些 殘檔清出去了 那現在呢 其實 以那個 籃球來講 已經打到剩最後一節囉 對對對 第四節囉 剩下15分鐘囉 15分鐘囉 現在玻璃是佔有 兩座船池 對 50分 哇那其實很尷尬 原本 查爾斯是要來 從後面搖 玻璃一口 結果反而是 玻璃拿到了這座城 但是對查爾斯來說 真的是很尷尬 對 不過LZ剛剛有講到說 你要分兵 手兩座 但難度就比較高囉 對 45分鐘 現在就看調度了 這是你 人數來說 你真的夠手兩座城嗎 嗯 對啊 這個 但 查爾斯 我覺得他還應該剩下 還會再 至少衝一波 那兩座城 我覺得 查爾斯應該還是會派人出去 外面 撈一下 對啊 因為現在玻璃有手兩座城 因為現在其他素系應該都知道 玻璃有手兩座城 其實你的人數應該蠻吃緊的 對 哇 糟糕啦 看一下 外面 他們應該是 一樣是跟上一座城的 把防線鋪在 就是三房 嗯 這個很刺激喔 玻璃 對 在一開始我們 還不能擔心他 硬要打查爾斯 打不下來 打了三四波 會不會今天一座城都沒有 但是他現在有兩座城 哇 我現在我不拿三 我拿兩座15分 還是比一座35分的強啊 只是真的進入到了最後 這個關鍵的十分鐘左右了 對不對 對 這時候 能不能 衝破 很重要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人數 我是覺得要 要守兩座 還是很貪心 如果說你今天只有 三個伺服器打的話 你守兩座 可能有點 因為一座 可能他們也可能要守 然後另外一個 可能要 他要抖兩邊 要分你做調度比較方便 可是你今天是 五個伺服器耶 所以 今天 一個伺服器 打你一座城 都還會再生一個伺服器 都還會再生一個伺服器 可以再 就是你等於你有一座城是有機會被二打一的 那你還要分成兩座去守 那這個就真的是比較難的 對 只是說現在看看巴基利的復仇喔 巴基利要集結打哪一邊 真的 真的 對啊 B就是巴基利 那這邊的話 感覺這個防線還是蠻牢固的 雖然看起來沒有這麼的緊密 但是我們看後面補人 一樣很快好像還是打不太進來 那這邊巴基利 小惡魔跟卡普拉 三個工會 對 就要看一下 對 三個伺服器要 差的聲音跑出來 差的聲音跑出來 那這個 對巴基利這些工會來說 就覺得很痛苦 真的是 到處都是敵人 對啊 這個現在是 五國零力啦 到底是要 因為你這時候 你說 你要回去打 中午嗎 其實很難 因為他會長肯定都在裡面 那座城我們剛剛看 又是出了名的難打 沒錯 然後就是最後的時間 而且你去浪費時間在打這種城 很痛苦 那你一定是想說你去打一個 人數被 被一分為二的 伺服器 結果 你又發現有城的工又在扯你的後腿 你很痛苦啊 不過其實剛剛巴基利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啊 所以真的是 打城 就是比賽大概都是 你怎麼去用你的 調度 然後去拿城 這個真的是 也是一門學問啊 那我們這邊看外面 感覺巴基的人真的是 比較不好聚集起來啊 真的外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亂 那巴基 看起來大多 大概不超 大概就兩隊左右 那到處人不知道去哪 可能再把鏡頭轉回 9 看看 轉回 中 7看看 中7 因為中7 可能防線 沒有這麼好 不一定 中7 他們似乎是守 那個樓梯上來那個高台 這個平台 就是這邊 都看到 在這邊看到了齁 他們守這邊 玻璃守在這邊 但是沒有看到其他的 嗯 伺服器的人出現 對 剩下最後十分鐘了 倒數十分鐘 哇 難道玻璃會 真的達成兩套成全球嗎 喔 這是真的還蠻意外的 因為剩下的三個伺服器 再怎麼樣人數加起來 一定也是比玻璃多 對啊 這個再怎麼樣 對 這好像衝一下 一定比玻璃多 然後他們在外圍 就已經先打起來了 對 這個高台其實很好 你看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一個平台 你上去 你在這邊出來的時候 他上面就可以打到你 然後你還要過這個轉角 才能夠到 他這個 進來的這個水晶房 這個出入口 這邊有人在聊天室問說 地板魔法陣是什麼 地板上面 那司法前任魔法陣吧 嗯 對啊 司法前任魔法陣 有沒有要集結了 特別是 巴基利 這口氣咽不下去 真的真的 這個一定得 太狂妄了 就是你居然想要 給他兩座城 太貪心了吧 這些小惡魔也是 這個 守了40分鐘 不過我覺得站在 差勢的立場上 如果他不想要讓 嗯 玻璃拿這麼多分的話 他其實應該要把人 基本上盡量不要再出去 因為你出去 沒有同同同同同下 大家就是會互打 你等於再破壞其他人工程的前奏 哦 那如果 但是如果你繼續這樣 你兩座城都一直派人 那東打打西打打 反而可能就是 最大受益的就是玻璃 對 他覺得很開心 哇你在那邊打真厲害 對 那我兩座城 因為這個是五個伺服器 他沒有辦法結盟的 就是彼此之間也不可能說 那對不對 先講好對不對 因為 已經打出去了 但就看到不是自己國的 就打了 真的 因為 大家沒有什麼同盟 對對對 沒有同盟 我們也沒有什麼協議 你基本上要突然會議過來說 人家是不是要幫你 或是不幫你 這個 真的是不好說 對啊 只是說真的 查爾斯 不想讓今天玻璃拿到這個50分 對 的話 他 就剛剛LD講的 不然他就不要出去了 就不要出去了 就不要破壞別人 不要干擾別人工程 除非你有把握就是你們這些人 出去打一波 就是可以把人家其中一座城給沖上 那你圖比較好 對啊 不然就是 查爾斯也去想要搶兩座城下來 也是一個方式 對 哇 我這邊 就看到很零星的巴基麗 在這邊而已耶 嗯 外面 外面這邊應該是要想辦法 就是把人趕快聚集起來 因為真正我們講 你打到後面 沒有成人工會 會越打越亂 對 你要趕快 把人趕快聚集起來打一波 會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們先看 這邊 這口好窄喔 對 這邊一直想要把人聚起來 一直看到其他工會的人 又跑過來 那其實 感覺是蠻痛苦的 再看一下 中九這邊 中九關德 中九這邊的話 哇 看有沒有衝啊 因為這邊真的是現在就是要決定 衝哪一座 就是 果斷就是衝哪一座 你在分人 就是沒有用了 這邊呢 很涼啊 很鹹啊 國立這邊 哇 真的是手兩座城還可以這樣 對啊 泡茶聊天 這座的話 相對應該是比較沒有這麼緊繃的 嗯 那現在打到剩最後不到十分鐘 其實他們壓力真的是相對比較少 因為 這樣的情況要一口氣掉兩座城是蠻難的 嗯 那就算他們 再怎麼樣最後最糟最糟 掉一座城 那他們還是25分 是 他們比較難遭遇到說兩座同時掉牽頭 小惡魔跟卡普拉的人在這邊 他們也是打來打去嗎 我一定會打來打去 他們必須要 一定會打來打去 集結 兩個都在衝啊 就在外面先打起來了 哇 查爾斯一個來了 哇 查爾斯這邊又在 又在 破壞別人的工程體驗 查爾斯也來了 查爾斯的人數還不少 對 這邊 這邊是要幫忙破掉外面這個嗎 對啊 他應該是要這樣想的 看一下他的這個 看一下他到底技能放在誰身上 好 查爾斯 對 我覺得查爾斯的會長 弗里 畢竟要去指揮一下 對 要看是要破壞對方正常這樣 我們看 查爾斯的人還是有 慢慢的湧進來 嗯 他應該遭到要往這個玻璃的人身上放 對對對 但是裡面其實也剩下玻璃的人了 那這邊的話 看是怎麼做交換 我們看 應該 好像機會還是不大 雖然說 陸續有進來一些人 但好像又是被送出去 我們看玻璃也是出去不少人喔 嗯 剩下最後的5分鐘了 啊 最後5分鐘剩一波緊招的機會喔 嗯 最後的5分鐘 玻璃今晚真的可以 南瓜兩座城50分嗎 不過這邊 查爾斯有幫忙打玻璃 就 稍微有幫忙到才對 但是 就是不知道他們在來路上 是不是有殺到其他工位的人 嗯 就是知道他們在來路上 5分 青紅掃白先打 然後小魔也往裡面擠了 我裡面殺 這邊 趕快 因為這個如果 我們剛剛也是看到 就是這邊 這邊如果被突破 進到水晶房之後 很容易就是 直接就摸到水晶了 嗯嗯 所以這邊其實算是 這座城比較關鍵的一個點 就是你這邊如果衝破 它裡面要來 鋪防線會比較來不及喔 那這邊看 能不能趕快把玻璃的人 清出去喔 如果有辦法清的話 那就是都還有機會 但如果清不出去的話 哇 真的看大多數又是波人 對 感覺有點源源不絕的過來 現在他最後的4分鐘 有點尷尬 看一下 哇 這個查爾斯人這邊還是守的 一樣是守的穩穩的啊 嗯 他們並沒有派多一點的人出去 這 真的是 看一下外面有沒有人在做集結 哇 外面一樣是空空的 空空的沒有人 這邊 裡面也是 安安靜靜也是 沒什麼人啊 也是感覺 他們應該也是 你看就像我們剛剛講 他人就是全部放外面 嗯 他這邊基本上就是不太熟 那外面那邊被衝破了 如果有機會衝破的話 那你進來直接摸水 已經機會真的是大很多 嗯 不過剩下最後 其實在將近3分鐘而已 哇 如果真的查爾斯 他的 他 他的會長 如果去 玻璃那個城被緊招呢 緊緊 有沒有可能拚這一波啊 查爾斯的會長喔 對啊 還是他 想說算了 我35分就好了 可是人家拿50分耶 可是 因為你在路上 人家都知道你是會長 你是盧恩啊 可是 就很容易被針對啊 太顯眼了 太昭眼了 太招搖了 對 你是盧恩 對 太高調了 比較好認 因為他不是引擎職業 所以 你要說到後面 撈一波緊招 是比較 難一點點的 比較難喔 哇 這邊 玻璃 真的要少兩座層了嗎 這邊看到 巴基的人 有在泳進來 看一下外面是不是巴基的人 有有巴基的人 但是人不是很多 那小惡魔也是從後面來喔 對啊 哇 這邊看起來又是要打 他們應該 心裡有數喔 那個 蝦子吃餛飩 哇 不要再互打了 趕快衝進去吧 這邊又是 被手出了一波的感覺喔 哇 玻璃真的是到哪裡感覺 都是好多人啊 嗯 這個 最後感覺 所以我們真的要拿兩座層 剩下兩分鐘的時間 剩下兩分鐘的時間 剩下兩分鐘了啊 喔 差勢還是不動如山 對 怎麼辦 這邊玻璃 嗯 玻璃 對呀 玻璃的真的是 他們調度真的是調度得非常好 對 實力還是真的很強啊 真的是 一個伺服器手 三個伺服器 呵呵呵 真的還是 實力還是夠堅強 對 而且他們去攻那兩座層 哇 基本上沒有花多少時間 對 還可以守得下來 真的 他們 後面這個 就是先 殺 先打 因為原本中七小龍 先打小龍那層 然後 後面又轉 巴基麗這一座 其實真的是打得 還蠻精彩的 對 而且 其實 後面真的是 在打這座中九的時候 我覺得是玻璃推波速來的一把 呵呵呵 後面 也打上來 也很尷尬 間接造成了 中九的淪陷喔 唉唷 那個 查爾斯 查爾斯這邊 這幾乎最後一波了 現在最後一分鐘 對對對 對啊 查爾斯這時候多了一點人打 多了 這邊人有比較多 但是感覺又是 感覺應該過不到後面去了 嗯 能數不夠多 應該也是到這邊 就走不過去啦 應該連色樓都上不去 哇 玻璃真的還是手下來了 對 嗯 哇 只有兩分鐘 基本上如果進不到水晶房 大概就是 沒什麼機會 唉唷 但是這邊 玻璃很因為 好像被衝了一波 就是 他們這邊 反而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 卡普拉拉跟 巴基麗的人 跟小惡魔的人 都 打進水晶房了 喔 現在 十 可是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所以 最後的結果 是 玻璃 拿了兩座城 然後查爾斯 拿一座城 這樣的結果 對 真的是 最後 都會覺得說 時間不夠了 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 在裡面 走進水晶 我是覺得 好像有那麼一點機會 但是 這時候 就是公告跳出來說 哇 結束了 時間到了 對 金屬消失了 哇 這一 這一輪 這一週的 戰況真的 很詭絕 對不對 就是沒想到 會有 一顆公會拿兩座城 這種事情 對啊 雖然說這個 稍微做個總結 一開始 一開始 查爾斯拿下了 35分的城 對 這個中午 拉茲利克斯 然後玻璃一直打 大概打了四波 都沒打下來 對 打三十分到三十分左右 對 花了很多神去打 但是 我們那時候還想說 他會不會一座都沒撈到 因為他們很快的 最後還是 對馬上去 先轉中期 先拿掉小惡魔那座城 然後 先穩住中期之後 又把人 派到中九區 然後 中九這一波 打著打著 不知道為什麼差了 直接派一序人過來 兩座公共一起壓到 中九的水晶 然後 就造成了現在這個情況 對啊 那最後呢 玻璃今天是拿了兩座 二十五分的城 所以我們今天玻璃是拿 五十分 再加上 在第一輪的比賽 第一座比賽 拿了三十分 他目前累積已經有八十五分了 八十五分了 那查爾斯呢 在第一輪比賽拿二十五分 今天呢 拿了三十五分 等於是呢 拿了六十分 六十分 目前六十分 那 巴基利 因為在 這週沒有拿到城池 對 巴基利這一週 就是歸零 哇這一週有三個 四五七是沒有分數 對 巴基利只剩下二十五分 然後小二我跟 卡布拉這一週 依舊沒能夠拿 手下城 依舊 對 依舊是沒有分數 好啦 不過呢 在下個禮拜 十一月十一號 禮拜五 一樣是晚上的九點鐘 我們將會也為大家 我們是八點五十五分 會開播 會為大家直播 RO先進傳說 英雄決戰 跨斧爭霸 希望大家持續的鎖定 那同樣也是 希望大家能夠到這個 活動官網那邊去輸入序號 但今天時間已經沒有了 一樣了 時間時間到了 就跟工程一樣 水晶下來了 序號也不能打 對啊 所以下次要輸入序號 記得把握住時間 把握住時間 最後一波 LZ是不是談一下 是不是真的會有提早一點 有機會改變最後的局勢 如果再五分鐘有機會 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因為那波有點亂了 就是 查爾斯我感覺他們人 可能放太多在外面 他們調度沒有好 我甚至剛剛看到 水晶旁邊已經有人 在碰水晶了 那通常這種情況下 你門口跟上面砲台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人去被拉扯吧 你要想說你要去清裡面的人 還是要繼續守在這個點 那後面如果後面 在意序有人一直補線的話 那你這個仿線就會被 可能就會被撕裂了 就有機會 你製作成就有機會拿掉了 只是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就看到三個公會 就是巴基 然後查爾斯 小魔三個公會 都會看到人 對 我老婆真的還有一週的時間 希望各伺服器 都好好去準備一下 整軍精武一下 真的千萬不要放棄 解決大家都還有機會的 那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邊要告一個段落 大家也希望 歡迎大家到這個 RO先進傳說的粉絲團 會有舉辦一些活動 當然這個預測哪一個 哪一個伺服器可以拿到 跨服爭霸冠軍的活動 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對 那現在還是有其他一些活動 會送虛寶給大家 也許可以 大家也可以上他們的粉絲團 去逛逛囉 好啦 今天轉播到這邊 完全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謝謝LZ啦 謝謝展元 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展元 我們下一週再見囉 拜拜